记者黄美朱新峰报道,新竹县九玉爱新关怀协会有近国人传统认为端午节后天气将更加稳定,皆趋于炎热,今天发动新峰箱境内15名热血妹法师,大家免费替箱内的低收入户,中低收入户等弱势家庭成员一剪头发,让他们可以凉爽一下, 现场还提供600人份免费的咖啡、冰淇淋、各式饮料、棉花糖、爆米花等让来客享用,吸引上千人前去共襄盛举,实际约有300多人受惠意见,大家一起开心提早过一个不一样的端午节。 九玉爱新关怀协会理事长田鼎锐今天一早就号召会员们在新峰乡工作对面的会场等待,也邀请该乡卫生所派员到场免费做大肠癌和口腔沾膜的筛检, 为教宣导等为免来参加一件的乡亲窟后,现场除了准备免费的咖啡车、冰淇淋、冰沙、饮料给大家小鼠,提供小朋友爆米花、棉花糖、麻鼠等, 还有萨克斯风等乐舞表演跟大家同乐。